哈爾科科上演現實版《拯救大兵》水恩 查索夫阿爾 俄軍成功處員頓巴斯民航 大戰三百合 硬痛硬 第十二 阿粗女 全面子大俄 132 近衛魔部女 灰西亞俄烏旗 防敵手 無能狗命 堅強援 烏通戰局 驚心動魄 紅軍中俄軍損失 2 個屍 暴力西亞俄軍彈藥庫 又被擊中 一個月七個彈藥庫 被摧毀 最終戰場動態 否則地緣陣斷 歡迎收看新冷節情室 我是袁山 影片製作不容易 請你盡量看到最後 這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和支持 並請老朋友先跟我們點一個讚 新朋友 等看到最後再做決定 多謝大家 今天是2024年3月10日 俄烏戰爭中入第958日 亦是副二十一支戰的第66日 根據烏總參公佈的最新戰果 過去24小時內 俄羅斯軍隊共損失 1,150人 死傷比例 1比1 我知道 我們頻道有不少台灣觀眾 所以亦要在這個日子裡 祝我們台灣第一家觀眾 國慶快樂 亦祝中華民國 113歲生日快樂 正如賴清德總統在雙十節賀詞上所說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 反倒是中華民國 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三五歲以上民眾的祖國 賴總統說得對 中共國 三政 五年 禍害全中國人民 七十五年 他的祖宗是什麼? 在幹爛當頭 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的反華政權 中華蘇維亞共和國 是撒旦教徒 馬斯 英格斯 是梅毒患者 列寧 是薩人魔王 史太林 是荒人無毒的運勢魔王 毛澤東 首先是按慣例 更新我們的每日前線戰況 我們知道 很多網友有個認知誤區 認為俄關在庫拉戰場上是完全壓著軍打 如果真的這樣一邊倒的話 這場戰爭還有進行內的必要嗎? 實際在1,500多公里的戰線上 除了頓巴斯中部和頓立戰場俄軍佔據上風之外 在北勝哈爾科夫 伊九武 頓北洪利曼 萊曼 以及斯亞托夫等戰場上 烏軍都佔據上風 我們今天從北網南 和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戰場動態 在最北勝哈爾科夫 烏軍將俄羅斯人趕出骨料廠 傳遷裏盤據死守的近300名俄軍殺兵精銳部隊後 俄軍不甘心失敗 連續發起多折反攻 企劃奪回西側陣地 並快一波又一波人海衝鋒 終於在昨日下午衝入骨料廠 目前俄軍已控制骨料廠一半的區域 並在建築殘械中射進俄羅斯國旗 烏克勒軍方表示 烏軍順利完全撤出骨料廠 有報道說 參與這次攻擊的俄軍大部份為 風暴而設部隊士兵 這些亡命之徒 但多數處於審判期或未判人的罪犯 與當局簽訂合同 承諾在前線作戰半年則可免除刑事處分 然而數據顯示 俄軍衝鋒步兵在戰場上的平均存活時間 約8至10小時 我想大家應該看過好萊塢獲獎大片 《拯救大兵的瑞恩》 在哈爾科夫地區就上映了一場現實版的 《拯救大兵的瑞恩》 烏克勒第三特級女擊退俄軍多次進攻 成功奪回布洛瓦川陣地 並解架了4名被俄的烏克勒士兵 情況是這樣的 10月8日 烏克勒第三特級女的4名烏克勒士兵 在轉移陣地時遭到俄軍突襲 措手不及之下被俄補並帶往附近的森林 但很快被第三特級女的魔機發現 第三特級女第一營營掌得知消息後 立即決定展開救援行動 並組織了一個快速反應小組 踏上M113裝甲出發 俄軍在M113重火力的強力壓制下 完全顧不上身後的俄補 丟下俄補就開始逃走 這4名烏克勒士兵也趁機逃脫 回到自己的陣地 而且第一營不僅成功解決了4名戰友 還恢復了對這陣地的控制 哈爾科夫東南的E9母 與頓北駕雄利曼戰場 近日戰事激烈 俄軍向奧斯基爾河左岸推進 取得一定進展 護軍則沿著東岸向夏索羅列推進 目標與赴比揚斯基爾河南下的烏軍匯合 巩固奧斯基爾河東岸的橋頭堡 雙方各打一角 這一戰場的烏軍 昨日攻擊了雄利曼爾北的科羅帝亞哥 目前已將戰線推進南面的斯塔夫基附近 而托爾斯基爾河 亦正在向西面加里奇烈的俄軍快進攻 由於堅守烏軍拼死抵抗 雙方的傷亡都很大 雄利曼戰場 目前已形成了與波羅夫斯坦相反的戰局 俄軍在頓巴斯中部將軍三面包圍 雄利曼的烏軍卻陷入了烏軍的三面合圍 唯一出路是向東或向南撤退 但即使是馬上撤退 又會遭到烏軍延伸炮火和忘記追殺 損失會非常大 烏軍目前戰鬥目標清晰 即是遺簽這個戰場俄軍 由於沒有辦法抵禦烏軍的進攻 俄軍目前已開始向這個戰場增援 從種種跡象上看 這個戰局戰士很有可能擴大 俄軍現在的兵力已速耕見走 戰線向南 在巴默特的克索夫22 雙方攻防戰十分精彩 護軍4號起開始反退 目前已將俄軍推翻1.7公里 俄軍此前損失大量軍事支援 獲得的戰場收益 現在已基本被清零 但並非全部清零 但最近幾天俄羅斯軍隊有成功處於頓巴斯運河 並在芝科夫德里維居民區穩住陣腳 對此烏克軍隊已展開反攻 施錄將俄羅斯軍隊重新擊退到運河以東 要知道頓巴斯運河在過去幾個月發揮了天然屏進的作用 有效阻擋俄羅斯的進攻 進攻軍層階不逆和東路施錄跨運河 但都被烏軍擊退 在巴默特巴伯格佩雷納地區 在巴默特巴伯格佩雷納地區 烏克拉K2營通過戰鬥收穫陣地 儘管頓巴斯夫軍集群正在收縮防線 勒勝利顯得又為重要 托里斯坦亦傳出了好消息 開完情報 諾爾情報以及烏軍第十二亞出雷發布的影片共同證實 俄軍對紐約鎮的反攻再次失敗 而且系列大敗 目前已未趕到郊區的諾玉格洛多夫卡定居點附近 俄軍8月剛宣布的紐約鎮大戰轉眼就粉身碎桂 在流出的影片中 與第十二亞出雷對陣的俄軍 第一筆生意更不是魔部女 根本不是對手 洞窟的俄軍推進到了市區邊緣 戰隊各個路口激熱展開 雙方提供了大量炮兵、裝甲、模擬機及其他武器 戰場形勢極為嚴峻 於是在流入鎮內 雙方上映了炭克對炭克 暴戰士對暴戰式的硬核撕殺 最終到處都是被打爆軍塔克和紅紅燃燒的裝甲 俄軍目前仍在組織反擊 但可看出 亞洲的戰鬥力顯然高於俄第132近衛魔部女 對烏拉來說 托裂自殺是前線城市 是幾乎防禦公司的支柱 而對俄羅斯來說 攻戰力作成將使俄軍來控制頓巴斯地區目標近一步 烏拉軍事專家分析 托裂自殺若果失陷 將使俄軍能阻斷連接地區的烏軍作戰後方 和戰區的關鍵後勤路線 包括烏東部戰略重鎮 交通樓洪軍城的主要公路 洪軍城距離俄羅斯控制區不到25公里 這裏是烏東公路和鐵路的交匯處 而是烏拉的重要後勤點 根據最新消息俄軍好勒已經控制了這個事件 扎巴爾卡區 在巴洛夫斯亞紅軍村前線 開完情報分析人士通過衛星塗著的變化發現 烏東武裝部隊 已經在西部郊區緊急修建防禦公司 已經為第列巴洛皮多洛夫斯亞地區的防禦做好準備 另外俄軍已經攻佔了格洛貴富卡 這是巴洛夫斯亞外圍的最後一個戰術支撐點 俄斯國防部也宣佈佔了格洛貴富卡 但Depstated的戰線地圖顯示 這村北部的幾條街道仍在烏拉武裝部的控制下 格洛多夫卡是一個小的定居點 距離巴洛夫斯亞至坦丁洛夫卡高速公路7公里 目前紅軍城正面烏軍相比九月有了很大的調整 還剩下第23第151基部旅 第71第152列兵旅 第107火箭炮旅 第25空港旅 第39國土防禦團 以及兩個無人機團 而第93110基部旅 第14黑色卡林立特擊旅 第111國土防禦旅 以及第2國民警衛旅等部隊 則已經調走 也就是說進攻續線向庫拉霍翁移動後 烏軍調走多支部隊到其他方向倒流 其餘兵力推入米爾諾格納或紅軍城內 俄軍進攻重點 已是南翼庫拉霍翁 如果南翼烏軍被擊潰 俄軍鞏固後 就會開始紅軍城攻堅戰 波拉霍翁會戰亦將正式爆發 還有消息自出 波拉霍翁方向目前可以放心 因為那裡有三條夠為完整的防線 俄軍目前還卡在第一條 根據突破防禦的數據 俄軍在波拉霍翁戰場損失慘重 至少收取了1800件重型裝備 開完情報顯示 至2023年10月9日 俄軍對頓列赤克西部加強攻勢以來 自此目前 至少損失了相當於5個裝甲師的軍備 烏拉軍事博主追蹤視覺確證 俄軍重裝備損失為1930部 每件裝備損失都有視覺資料助證 其中坦克539部 381部完全摧毀沒辦法收貨 步兵戰車1020部 摧毀835部 裝舊運兵車26部 多管火箭發射系統22套 煙人式火炮11門 92部飛利大式裝甲車 由於不是每件裝備損失都有圖像資料記載 實際損失只會大於這個數字 這僅僅是巴洛夫斯一戰場俄軍的損失 烏統12個主戰場 每日都爆發大大小小的戰鬥 所有損失 商家數量非常驚人 也許會有朋友說 俄軍損失同時 烏軍也在損失 你們說沒錯 但是軍事上攻防雙方損失 一般為3比1 烏軍軟小於俄軍 而且 烏軍的戰略思想 就是全人失地 利用西方提供的先進裝備 大量小俄羅斯人軍事資源 最終實現力量的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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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人是否已經在那裏除了穩定的蠟燭點 站穩腳跟 俄軍在納比莫夫加除了進展 烏軍將向達里諾 波哈羅夫斯基方向推進 普列火獄亦發生戰鬥 烏納軍隊成功調回斯維爾德 利火獄以西的一系列陣地 並重新進入波哈羅夫斯基的農場 注意 這個赴爾斯坦的波哈羅夫斯基 不是烏蘭的那個波哈羅夫斯坦洪軍村 兩個不是一回事 而在塞姆河南岸的 加羅瀋科夫斯基地區 烏蘭軍隊被證實進入了 韋謝諾爾南的 奧特爾科米索姆斯坊爺的農場 在加羅瀋科夫斯基以南 俄烏邊界線附近的 韋施諾耶、梅德韋耶等地 俄烏雙方互相攻擊 戰線沒有太大變化 俄軍仍然沒有辦法將烏軍趕出去 而冬季將很快來臨 那時候就跟難打立 第一提的是 由於烏拉持續砲擊 比爾格諾德州行動指揮部 決定關閉匹德諾夫卡串 和索諾維耶夫卡串 居民將被轉移 看起來 烏軍在比爾格諾德的新一輪攻勢 似乎又要開始了 總體來說 俄軍仍然在戰場佔據了更多優勢 主要是烏軍對其不計成本的人肉攻勢 沒有太好的辦法 美國駐歐洲最高指揮官 克利斯卡串利將軍 日前列出了可以幫助烏拉 對抗俄羅斯的武器政單 其中包括空對地導彈 咦 又看到了這個問題 此外 卡串利將軍仍提到了 北約組織的 LINK16通訊網絡 LINK16是一個加密 抗干擾的戰術數據鏈網絡 美國和北約民國 使用它通過公共通訊鏈路共享信息 在分散的戰鬥單元之間 傳輸實時戰鬥數據 語音通訊 圖像 和相關導航信息 通過LINK16網絡 可以根據需要同時向任意數量的用戶廣播消息 而且不依賴於任何一個中段充當字典 而是所有支持LINK16的中段充當字典 此前 烏拉已經多次使用LINK16 但遭到拜登政府的拒絕 理由是擔心敏感技術落入俄羅斯手中 所以呼籲歸呼籲 一時半刻 還是很難落入烏軍手中 畢竟這是北約展覽俄軍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隨著10月15日臨近 依然看不到俄羅斯將烏拉軍隊 說出霍斯坦的跡象 為此 俄方急得好像熱波上的邁一樣 俄媒消息 俄軍方昨天宣佈 一 將俄軍在非洲最高指揮官 葉夫·庫羅夫上進 要來輔助救命 直接參與 霍斯坦戰鬥指揮 二 俄羅斯國防部機委副部長 郭斯奇澤 安德烈 布利加負責厚勤 哈利欲魯奇科負責彈藥供應 法利特科夫負責戰場工事建設 不過 我們認為 無論俄軍怎麼努力 10月15日前 將軍趕足赴斯坦的機率都很小 因為雙方軍事力量在此消彼長中 已經發生了變化 再者 俄軍總能夠跟西爾斯的將軍抗衡的粹材 恕我正言 還未生出來 而任何武馬和願望匹配的實力 最終都只會讓理想 淪為幻想 在過去一年內 俄羅斯全力展開大規模攻擊 並造成嚴重損失 但烏勒令上架正收益 減為0.1% 也就是大約增加了600平方公里的土地 這陣伏 幾乎可分量不計 若是烏勒國土總面積的0.1% 而在富士山 一開始紅心勃勃 要將烏軍盡快趕出航軍 現在又是望洋興藤 你們護軍為何始終不走 最新消息 超過47的無人機 襲擊了俄羅斯五個州 克利米亞 俄羅斯的防部沒有通報損失 但俄軍彈藥庫又被擊中 戰果最明顯的是哪個地方呢 在俄羅斯的布律斯亞州 烏勒的無人機 激進了俄羅斯布律斯亞克萊塞夫的 第諾側國拉彈藥庫 現場發生多次爆炸 這個彈藥庫 距離烏勒邊境約120公里 第諾側國拉彈藥庫 佔地3.5平方公里 如果要將它全部堆滿 那便可以儲存 高達2.2萬噸彈藥 烏勒反虛假信息中心主任安德烏科阿列科說 第諾側國拉彈藥庫內 存放包括朝鮮彈藥庫內的各種彈藥 還有夾航空炸彈 一併被摧毀 以下玩完了 到目前 第諾側國拉彈藥庫 仍在爆炸之中 更多損失 有待進一步澄清 好了 感謝大家可以看到最後 現在對我們最大的鼓勵和支持 要看最全面 最及時準確的戰場熱點報導更新 請每天鎖定新冷節靈室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也請點讚留言訂閱 將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看到這個節目 想要贊助我們的朋友 可以打開超級感謝打賞贊助 幫助我們能夠持續做出更多好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